Round 2 珍貞儀經過第一個迴逆的磨合之後 看到第二個迴逆會有好一點的發揮 她的低數拍了很多了 是的 低數準了很多了 而且對方的攻擊她都避開了 替她搏啊 簡直替她搏取 看到她搏啊 你看到了 現在曾靜儀替她搏 不跟你客氣了 杜之恩也不是弱的 你搏我又搏 怕什麼你呢 你低數我又低數 是的 你一腳我一腳 你兩招我兩招 哎 1-2低數走不掉 一過來擦近身就開始失蹤了 但是兩個抱前的過程中 就是沒有失蹤功夫的拳證 要將兩個分開了 沒錯 因為你沒有動作就要分開了 這個時候 哇 曾靜儀 得勢不如人 用一個左腳 因為她的左腳很擅長 左右啊 左右開攻 看來曾靜儀應該都找到一個方法 去對付對方 開始拿到節奏 因為她幾下斬低數 都是斬中對方的大腿 如果繼續斬下去 對 可能有人知道 杜儀應該是龍尿了 就是左腳應該是一般的 是的 因為這個杜儀 開始馬步有點不穩 因為經過一輪教練的指導之下 出來真的不同了 曾靜儀 其實第一回合開始之前 我都聽到香港隊的教練 就已經是指示曾靜儀 斬多一些低數的了 是 因為她人比較慢熱 因為如果遇到那些瘋狂 打第一回合的選手 就很吃虧的 你一慢熱是很大件事 第二 第三回合 她的分數未必足夠 第一回合多的 因為你看到了 杜志欣不停地 咪著黑仔的左腳來掃 沒必要掃爛她 大家都喜歡用低數去對付對方 看來又再來低數了 這樣掃法要扭腳 因為兩個的力量都是很強勁的 如果你這樣斬法 兩個都是不切腳 要扭腳 遲早一個會被對方斬斃 不扭腳就很危險 他要扭腳 你不扭就沒命了 還要再掃 這樣掃的話 你還要扭腳 你扭腳 因為現在兩個拳手 現在兩個拳手都不斷用低數 但是也不扭腳 是啊 大家互相 我不怕 總之大家 和你捏個一下 不理 看看我的腳 硬一點 還是你的腳 都是人肉做的